有专家指奢侈品税可能会令到本国的工业受损 对经济造成接近30亿元的损失 汇智辉的报道 由议会预算官员发布的成本计算秘注 包含在自由党政府2021年预算案当中 在上个月引入众议院对新车、船载和飞机徵收的奢侈税 预计将会在5年内为政府创造约7.79亿元的新税务收入 但这份秘注同时亦预测车持税可能会影响这类商品的未来销售额 事到经济损失达至29亿元 并打击本身已经受严重疫情影响的加拿大航空业 有专家指这项法案将会对价格超过10万元的新汽车和飞机 以及价格超过25万元的新船和游艇按比例收税 表面上似乎合乎逻辑 但设计这项税收的过程并没有征询相关人士或持份者的意见 也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去确定是否可以实现预期的目标 因此未来五个财经年度 加拿大豪华汽车、飞机和船载的预计销售额 将会因此而下跌15% 并且对经济造成约29亿的损失 并且对经济体转的适并状态